乌克兰真理报 紫连斯基于12月23日签署了相关任命法令 这位新大使已经开始了这份新工作 他参加了12月22日至25日 在基辅和尼古拉伊夫举行的乌克兰驻外大使全体会议 问题在于他此前根本没有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 报道称这位新大使的官方履历尚未公布 但社交媒体脸书上的两份个人资料透露了一些细节 这些资料没有官方核实标记 但上面发布了奥列西伊亚伊拉书克的个人照片和其他信息 其中一份资料很长时间没有更新 上面将伊拉书克称作是珍稀宝石加工专家 这份个人资料称 伊拉书克毕业于安特卫普钻石高级委员会 这是一个权威组织 虽然它不是大学或教育中心 但提供某些教育服务 而在另一份直到最近还在积极更新的资料中 伊拉书克被称作是临床心理学家 系统家庭医生 格士塔医师 性学家顾问 公开活动记录显示 这位新任大使直到最近 还在处理有关格士塔治疗和性学的问题 25日晚上这份资料被屏蔽 开报称 已经通过相关人士 证实这些资料确实来自伊拉书克 报道称 需要指出的是 任命外交部门之外的人员 担任驻外大使并非各地 许多乌克兰总统都这样做过 但经常为此招致批评 然而任命毫无处理国际事务经验的人士实属罕见 此外 在没有更多关于这位新大使履历信息的情况下 很难搞清楚 他是否与保加利亚有某种联系 欧洲整理报表示将继续关注此事的发展